生孩子很辛苦 但是生完是不是恢复 也是非常的艰难的 我生完孩子五个月的时候 就复发了 复发了哟 趁不顿心无力的话 熬夜是大气 感冒是大气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我每天晚上起来三次未来 然后基本上没有办法睡觉 熬到五个月的时候 彻底崩溃了 1200把我拖到医院 我用第二天把医生就给我下了 因为通知说 就告诉家里 如果我今天晚上 这一夜过不去的话 可能只要家里 整遍整遍后面的事情了 当时我们家 好多亲戚都来了 以我妈为首的阿姨团们 就在我的房间里面放声大哭 我躺在床上 啥也动不了 眼睛也睁不开 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平静 我听不见外面哭泣的声音 那个世界只有我自己 我在想 这么多年了 我熬得也挺辛苦的 我要不这一次就算了 就这样 平和地 离开了 也挺好的 因为我每一天高度 每一天 这样承拨自己 也很累 我挺想着想着 然后门 又开了 就一个人在喊我 他说 汪迪汪迪 你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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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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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